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國產單機RPG大作《軒原劍6》 公開了他們水墨畫地圖設計的影片囉 這次用了全新的引擎來繪製 讓原本的地圖大小豪邁的放大了許多喔 而以前逛不過癮的小小世界地圖 現在自由度也變得超高的啦 趕快看看遊戲介紹吧 先前為各位玩家報導過 許多關於《軒原劍6》的人物設定及歷史背景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本作的畫面展現 在新的引擎支援下 遊戲畫質大大提升 場景複雜度及可探索的範圍也大幅增加 改善以往地圖太小 不足以滿足玩家們探索的熱情 這一次的宣傳影片中 特別曝光一個以水墨筆調勾勒出的場景中 動畫中的角色來自古書國的戰甲師卓山柱 率先登場 展示了角色在遊戲中流暢的動作 而官方也透露第三部宣傳影片即將公開 更多的情報請密切關注我們電玩摘速配囉